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随着美中技术管控,持续影响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台积电在中国营运依然受到市场的密切关注。 在2025年,国际计算机辅助设计大会ECAD上,台积电中国业务区负责人及南京晶圆厂厂长罗振球首次就最终用户认证必务限制及南京厂未来发展等问题回应提问。 罗振球表示,目前不存在供应链中断风险,并澄清了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客户产能受限于台积电南京厂产能的误解。 罗振球表示,在现行的合规框架下,台积电正与供应商紧密合作,逐项申请原材料和设备的认证。 虽然流程更加严格,但仍在可控范围内,台积电南京厂的生产和供应链营运一切正常。 市场关注的焦点在于,Viu限制是否会长期限制台积电南京晶圆厂的产能,使其仅限于16奈米和28奈米工艺,从而可能影响客户交付。 罗振球回应称,台积电并非被动等待,而是在逐步解决问题,以确保符合监管要求,同时履行对客户的承诺。 罗振球还澄清了市场长期以来存在的误解,即中国企业只能使用台积电南京晶圆厂的产能。 他表示,这种解读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他表示,台积电的产能分配是基于客户的技术要求、产品定位和合规性考量,而非客户所在地区或单一晶圆厂。 罗振球表示,只要符合监管要求,中国客户就可以利用台积电全球制造网络中更先进的工艺技术,而不必局限于南京晶圆厂16奈米或28奈米产能,这凸显了公司部署的灵活性。 作为台积电中国业务发展负责人,罗振球表示,台积电在中国市场的核心战略保持不变,公司将继续服务现有客户并支持其业务增长。 从技术和应用角度来看,罗振球指出,中国的智慧型手机、物联网和汽车电子市场依然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 随着终端AI应用的扩展,成熟的16奈米和28奈米工艺仍然可以支持具有竞争力的设计,包括AI手机影像、AIOT、MCU和汽车AI晶片等,而低功耗、成本效益和快速迭代仍然是这些应用的关键优势。 总而言之,罗振球出席ECAD 2025凸显了台积电对中国本土设计客户的承诺。 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仍然高度敏感的背景下,他的回应有助于增强客户对台积电南京晶圆厂的信心,并带来稳定讯号。 2奈米工艺是台积电最先进的工艺,今年底才量产,这也引来了外部公司的关注。 今年更是爆出了离职员工勾结内部同事,窃密2奈米的案件。 这一案件由9人涉案,主犯陈某从台积电离职之后,加入了日本TEL东京威力科创,正是他联系台积电的前同事拍摄上千张涉及2奈米工艺的照片。 最终,陈某作为主犯,被派14年,罚金高达1.2亿新台币,还有3人获罪7年至9年不等,处罚相当严厉。 对于此事,威力科创公司在事发后开除了陈姓员工,并表示经该公司内部调查。 截至目前,未发现相关机密讯息外卸至第三方,因为发现有组织性的指示该名前员工获取不当讯息的行为。 但这也引发了与台积电的关系紧张,为此,威力科创高管、社长等高层两次去台积电赴京请罪,而且11月份公布的优秀供应商名单中,TEL公司也落选了。 现在威力科创公司管理层也大换血,总公司及台北的分公司高层都有大面积调整。 其中,台北此公司东京威力科创董事长伊东黄和总裁张天豪都将调任新职务,伊东黄将调任执行顾问,张天豪将调任前段工程事业本部本部长。 威力科创执行副总裁继总经理长久保达将接任东京威力科创董事长,威力科创欧洲全球销售部门总经理重坚成二,担任东京威力科创总裁。 威力科创台湾营运支援处副总经理柯玉成担任东京威力科创副总裁。 对于人事变动,威力科创公司并没有提到是否跟台积电2奈米切密案有关。 强调,此次人事变动是作为中长期经营策略的一部分所进行的调整。 旨在进一步强化东京威力科创的经营体制与组织,提升客户服务的品质与深度,并深化员工的工作动力与企业向心力。 台湾高检署月前起诉涉嫌泄密的TEL前员工及并对TEL台湾球处1.2亿元罚金。 TEL发出声明指出,公司把遵守法令及伦理基准视为最重要的经营方针,绝不容许任何违反这些准则之行为。 对于本次事件深感遗憾,并以极为严肃的态度看待,针对所造成的重大不安,向所有利益相关者致上深切的歉意。 具体来看,根据半导体制程设备大厂TOKYO ELECTRON东京电子,TEL在12月底发表的《2026年组织变更》及人事调整公告显示。 其中,台湾此公司东京威力科创高层大地震、董事长、总裁及副总裁等明年2月起异动,并增设议资深副总裁协助业务拓展。 TEL这一波高层人士异动,被外界解读为与TEL湾此公司月前卷入台积电2奈米窃密案有关。 TEL指出,台湾此公司现任董事长伊东黄将转任执行顾问,由长久保达也接任,现任总裁张天豪调日本总部,担任前端工程本部长,总裁直却由TEL欧洲全球销售本部长重坚承二接任。 另外,并增设资深执行副总裁一职,由营运支援处副总柯玉成升任。 消息人士透露,即将与明年2月接掌TEL台湾董事长的长久保达也,日前亲自来台拜会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说明TEL明年即将进行重大组织和人事调整案后,并已经公布。 TEL表示,这次人事变动是所谓中长期经营策略的一部分所进行的调整。 旨在进一步强化TEL台湾的经营体制与组织,提升客户服务的品质与深度,同时并深化本地员工的工作动力与企业向心力。 TEL台湾的前员工卷入台积电2奈米泄密案,TEL社长和和历数多次来台向魏哲嘉请罪。 据了解,这次组织和人事调整由台湾最高决策主管康泽撤换,借此重新间接与台积电先进制程开发路径。 TEL总部在官网公告,决定自2026年1月1日起,设立下一代设备专案计划组织部门,似乎也位于衔接台积电,以奈米制程关键设备开发专案计划冲刺。 TEL这次更动组织人员涵盖12位高层主管,成员部罚多位已担任分公司总经理的层级人士,各自出任两个不同专案的负责人。 针对TEL这次人事调整,市场人事解读,在台积电正为增加3奈米所需关键扩充设备之际,TEL做出组织调整和人事大换血,应有利于台积电先进制程开发破冰,并向争取未来1奈米列入重要采购名单,跨出重要一步。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